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这一讲,我们来到load.js最牛逼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一步并发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我们在前期课程当中呢 我们讲到了superagent和cherry.io来获取的网页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只需要发起一次的http请求呢 就可以办到 但这次呢 我们需要取出每一个主题的第一条评论内容 那就要求我们对每一个主题的链接呢 都要发起这样一个请求 并且呢,用cherry.io去取出其中的第一条的这样一个评论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也给大家看到 我们在cnode呢 目前呢,它每一页呢 它是做到十分页的 它每一页都有40个主题 那么于是我们就要发起 首先呢,我们抓取所有的内容 第一次,就是我们抓取列表了第一次 那么,然后呢,我们再对每一页当中40个主题呢 再进行发起请求 所以呢,我们要做到这样一个操作的话 相当于我们要发起 1加40次,对不对 的这样一个请求 所以呢,我每一页我要拿到这些内容的话 相当于我要做41次请求 来达到我们这一个课程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在后者当中的这40个请求呢 我们呢,并发了这样一个发起 那么,也就是说我第一次我去获取到页面的一个数据以后 那么,我在分析里边内容之后呢 我就获得40个这样一个请求的这样一个链接 然后呢,我再发起40个请求 并发的发起 注意一下,我这说的是并发 就一次性的这样一个发出 而且呢,不会遇到多线程啊 或者是锁啊什么的 那么,load.js呢,并发模型呢 它跟多线程其实有点不同 那么,我们其他的东西呢 我们先暂且不讲 那么,我们具体的一点呢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一部的底层的内容呢 是如何去做到的 OK,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就不妨来说一下 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在这一讲呢 再对一个内容来做一个深入的这样一个分析 OK,那么 这一讲呢,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并发的一个控制 就event proxy OK,那这里边呢 我们需要做到的东西呢 我们内容呢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不多讲 咱们呢,在编写例子的时候呢 我再给大家一步一步的来 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怎么来处理 好吧 OK,那先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实力的这样一个环节 首先呢,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建立一个 Spiders OK,我进入了这样一个 我自然是个蜘蛛嘛 OK,那我在进入了之后呢 我这个地方呢 我建立这样一个 一样的 我实力化这样一个 这个 event proxy 然后呢 描述的话 然后呢 index.js OK 这样的话呢 咱们弄完了之后 因为我们要用到之前的那些 相关的一些内容哈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还是要把这个 event proxy 肯定我们要进行安装哈 啊 所以 invent invent proxy 然后呢 我还要安装我们之前的我要去抓取数据哈 superedget 然后呢 我还要安装我的内容的解析 share out OK 那我们 这样吧 安装好 那么 在安装的时候呢 首先我还是按之前的我们说的这个方法 首先呢 我们去要把这个数据呢 给获取下来 获取下来呢 咱们再来把里边内容呢 再一步一步的再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啊 我 这个地方呢 我也给大家说一个一个内容 比如说 呃 我们刚才说到呢 有40个请求 对不对 那如果这40个请求 如果我 希望 呃 我每一次发出去40个请求 我并不是说 我 我批量发出40个 但是我不希望他40个是同时去进行这样一个请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啊 有一些 服务器 他为了防止这样一个 就是 用户的这样一种 恶意的这样一种访问 那么他在一定程度上 他会限制用户的这样一个高频次的这样一个请求 啊 但我相信这个大家呢 在一定能够能够理解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希望的是 啊 我虽然有40个请求 我相当于有40个任务 对不对 那么我希望我每一次就保持在一定的量 那么每一次完了之后 我再进去做这样一个执行 以及我执行完了呢 我再做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请求一个响应 OK 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说了 可能大家觉得有一点空洞 那没事 我先给大家呢 去把这个例子 我们给大家一起写的走 啊 啊 Vim 然后呢 我咱们是写的在index对不对 OK 我们进到index 啊 这个地方呢 我 重新再打开一个 然后收cd vpt的 然后呢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spiders啊 这里边呢 我们 vim 咱们这个地方先来 加 第一个的话呢 咱们还是按之前的那个方式来写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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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xy 然后呢 require 就是 把eventproxy 第二个的话呢 咱们就要用到我们superagent啊 然后呢 等于 require 咱们呢 一样的 啊 就是 superagent 好 这个地方呢 然后我们还要用到一个 cherryl 然后呢 我一样的 require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是用 cherryl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获取它一些链接的 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呢 要把url 这样一个 require 这个url 我要把它加进来 好 ok 那么我们引用了这些包以后 我们呢 来做一个内容哈 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是要在这里边呢 我们要去做一个 我们首先呢 锁一个c nodeurl 然后呢 我们按之前的这种写法 我们是https 然后呢 c nodejs s.org s.org ok 然后呢 我们紧接着呢 就是 superagent.get 然后呢 这里边呢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首先我们是这个地址嘛 对不对 这个nodeurl 这个nodeurl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faction 这个地方 faction呢 我们这里边 这个地方 我看啊 get 这个地方 这种写法不对啊 是get一个地址 然后呢 它是.end ok .end 然后呢 end里边呢 它是有一个方形 这个地方 大家 这个地方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erres ok 这个地方呢 写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点 就是 如果 err的话 那我们 return next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就是 return next error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一样的 vr 啊 topic urls 等于呢 我们一个空 然后呢 我们这里边呢 进行相关的一个 我们要去处理 对不对 所以vr 好 我们要进入vr 然后呢 dollar 这个dollar呢 它就是等于我们的 cherryio的 load 这个load呢 就是我们的res .text ok 那么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样的是 获取里边相关的一个内容 ok 这里边呢 就是dollar 这里边 这样吧 我们之前 既然我们已经写过了 咱们就把之前的那些 相关的代码我们 直接给烤过来吧 这个地方呢 刚好我原来也 啊 之前呢 我们把这个例子呢 其实也给大家已经写过了 这个地方 我就不完全敲了吧 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地方呢 给烤过来 topeak 找过去首页的一个链接 ok 咱们呢 咱们呢 这个地方 嗯 这样 这就是在load以后啊 在load以后 把这儿使用起来 比较繁琐 咱们 咱们这样吧 咱们把这一段给直接烤过来 得了 这样一写起来也比较麻烦 ok counter c 然后呢 我在我们的webastorm里边 咱们先建一个吧 然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先建一个页面 咱们把这个内容呢 先烤过来再说 ok 又一个咱们一个js呢 随便是testjs就行 这里我们先放进来 ok 这里边呢 我们先把一些不要的东西 我们先给它干掉 呃 express 咱们呢 还是把express给留着吧 因为我们superagent的cheryl 用的proxy ok 监听3000的端口 嗯 这个地方呢 我们内容呢 也先不要了 然后呢 就是我现在呢 去使用这个signode ok 这里边呢 咱们去到这个地方目前为止就得了 因为这里边 给大家说的内容呢 应该说也是比较多的 咱们呢 把这个 内容 就直接把它去掉吧 去掉的话 咱们就 嗯 这个地方应该 其实这里边应该是还没有的 vim呢 应该是js ok 考过了的内容呢 也比较 比较混杂 展现 这样呢 test 咱们这个地方呢 呃 先来看一下这里边代码啊 这里边呢 就说我们在里边来获取首页的 我们首先第一次获取呢 获取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获取每一个首页的这样一个链接 获取首页的链接呢 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完全的做这样一个输出 完全的做这样一个输出 这个输出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做里边一些其他的一些事例的这样一些处理 ok 那么 先 因为我们这里边底下有点不好弄 我们在这里边来写吧 ok cd我们的opt ip ilis cd s spaders 这里边呢 我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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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js 然后呢,这个地方是e,这个地方呢,我们先paste一下 OK,这个每一次烤过来之后,它都有这个问题 是比较烦的这样一个事 这呢,我就把这个文件直接给烤过来吧 OK,这个,它是APP等级S,咱们呢,一样的 就是我们Spider,我们进入了,因为我们这个例子呢,已经过来了 这个地方呢,我在cd.homdesk 然后呢,cd.homdesk 这个地方呢,咱们直接看这个app.js吧 OK,那么之前我自己也写过一份哈 就是有的时候,在敲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好,有时候太耽搁大家时间的一些问题 OK,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在每一次呢,在获取这些内容呢,每次把它放在这里边 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呢,会把这个内容呢,全部给 全部给获取到 打印出来之后呢,其实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数组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要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我们在,每一次呢,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我给大家看这样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的话呢,我们也是从网上去看待的这样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是指的是什么呢?大家会看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稍微等一下,我给大家找一找这个例子 这样吧,我直接给大家在这稍微给大家写一下 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 我们呢,定义一个方法 我们每一次呢,比如说我要定义一个数量 比如开始它等于0,然后呢 我们每一次呢,就是要去get一个方法 做一个get 然后呢,get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get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URL,对吧 URL,然后呢,每一次它的end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个 都要对它的方法进行一个处理 那么这里边呢 如果我这个地方是URL1 我这个地方呢 并发的时候呢 我可以去 要去实现好几个 可能这有2 这有3 那么我希望呢,是什么呢 我最后一次 比如说我做个地方总共 我定义了 定义了就是 total tasks 然后呢,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等于3 那么,所以呢 我这个地方每一次呢 它执行完了之后呢 它count呢,就要做一个加加 那么我这个地方就要做一个判断 做一个判断呢 如果它等于3 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呢 再定义一个函数 我们这个函数要执行什么样的操作呢 就是说我这个函数呢 叫 Handler 那么 所有的如果 我这个 Count呢 我是等 很等于这样一个 total task的时候 那么我要做一个操作 OK 我就是要 我要去做什么 做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东西 OK 那么 也就是说我每一次呢 我就要去这样去进行一个调用 大家会注意到一点哈 我每一次执行完了之后 我都要去做一个加 做一个加 最后呢 当这个量等于3的时候 因为我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有三个函数 这三个函数呢 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都是一个异步的 所以呢 我这个URL123 我不知道到底这三个函数 谁执行完了 所以呢 我希望 他每一次都 在执行完了之后呢 我都希望呢 他做这样一个方法 我去 去做一个判断 然后呢 去决定 我现在要不要去执行 OK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呢 其实这里边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呢 其实是里边叫一个 像这个Count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叫 技术器的 对不对 技术器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用Invent Proc 它呢 就是有一个带技术器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带技术器 是怎么去技术的 OK 那么 大家刚才看到了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 其实里边呢 这里边因为 因为是乱码 所以呢 我干脆在这里边给大家说吧 OK 那么 这里边呢 相当于我们把这个topic呢 已经拿到了 拿到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才哈 通过在这里边呢 给大家说 如果我要通过 不用Invent Proc 那我们如何去实现呢 就是 它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 这个地方会用到一个 就是有很多次 一二一 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呢 写的是三个 其实呢 我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 是真正的写 它应该是一个货循环呢 对不对 一个货循环 然后呢 每一次去循环这样一个 每次呢 都要去执行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 我比如这个地方 我是 vri等于0 然后i小于 比如说 事实 然后呢是i++ OK 然后呢 我们每一次呢 可能就是要去获取 我们这个topic urld 某一个值 我来作为它的这样一个 参数 啊 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啊 大家 我想大家应该是明白这一点的哈 那么我们看一下在event progress里边 怎么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在event progress里边呢 我们首先呢去实力化这样一个对象 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说 我们要保持有多少个量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以40个直接就一次性的这样一个发出 那如果我这个地方不用40次的话 我要用特定的一个次数 你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设置就行了 OK 那么 这个地方after 这个after呢 它是一个我 就说你每一次这个内容呢 在执行完了之后 那你要去调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呢 我就给它封筒在这里边 OK 那么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这个topic topic呢 我们看一下它每次 就是刚才我说的呢 在我们对比一下哈 这个地方有一个循环 那么在这个循环的时候呢 我是采用这种方式 那么它这个地方 既然我们是用的是 类似相机curry这种的话呢 它其实有一个叫for each 宿主嘛 有一个for each 然后每一次呢 它都是去做这样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呢 和我们这个dolarget呢 其实是一样的对吧 然后它每一次执行完了之后呢 它就有一个handler 对不对 handler 这个handler呢 就是要去执行某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其实它前 前边呢 它有一个做一个加法 那么我们一样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去调用一下 emit 然后呢 我们去调用一下这样 这样一个定义的 这样一个内容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去把它去看成是一个 像go to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里边呢 传了这样一个数组 其实这个数组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 其实它是一个 一个像一个对象 这样一种方式 一个是url 就是我们当前呢 这样请求的这个url 以及呢 它所想应的这样一个值 ok 注意一下啊 这个内容 那么它这里边 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key value 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它可以把它放到一个map 这里边 所以呢 它这个地方拿过来之后 那么这个topics 其实这个topics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所看到的 这样一个内容 ok 它所以呢 在这个topics 然后它通过 印射通过那个pyr 第0一个呢 第0呢 就是我们指的是url 然后呢 1就是指的这个 我们这个text 所以呢 然后它把这个text呢 放过来 然后做一个解析 然后呢 把这个内容呢 给加载出来 这个例子呢 大家下来再好好的去看一下 这样呢 我先把这个例子呢 给大家先运行起来 呃 这呢 我先 这 ok 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loadapp.js 大家会看到啊 3001的端口 那3001的端口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去访问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 这个是192.100的129 3001 ok 那么 它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些内容呢 给打印出来了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这 这个内容呢 ok 3001 这个地方我们是在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ip 对不对 100.129 对吧 100.129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内容的一个输出 100.129 3001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呢 就给他输出出来了 这里边输出的内容 我们 结合这个原代码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它是把我们这个 topic呢 全部给打印出来 这个topics 这个topics ok final ok 他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 如果我们要去访问的这里边 这刚才我们访问的是这个 它是把这个内容 大家抓取出来了 所有的URL链接全在里边 ok 这个地方呢 咱们就去指定到这下面去看一下 in the proxy 那么in the proxy呢 这里边呢 是任务呢 做一些处理 大家会看到 这里边的一些内容的这样一个输出 你看哈 大家会看到 我这个地方呢 是获取的了这些链接 然后呢 我每一个呢 就去要去抓取这些数据 你看一个一个都抓取出来了 然后呢 里边所有的内容呢 就全部已经给解析出来了 ok 好 就 爬成动态获取页面 就是这些内容 ok 这个例子的话呢 嗯 希望大家下来呀 再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个例子 估计 可能有一些同学哈 在做这个的时候呢 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去特别了解啊 我希望这个例子呢 能够去带领大家呢 去做一个对这方面的一个入门 ok 那么 我们in the proxy呢 我这一讲呢 就讲了这个地方 可能讲的呢 比较粗略一点 但是希望大家呢 自己再去好好的去理解一下 其实我们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呢 我们用in the proxy 啊 想做蜘蛛抓取的时候呢 他不是用的最多的 那么我们在下一讲当中呢 我会去给大家详细的讲 我们用的最多的 并且会 应该说也是比较有 比较好的 比应该说是在in the proxy上面 还做了另外一次升级的这样一个操作 ok 那咱们这一讲呢就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下一个课程 再见